来看到在室内燃香竟然会影响孩子的认知发展 台北医学大学工卫学院研究发现 如果在住家燃香祭祀会产生悬浮维力PM2.5 或者是多环芳香听物质 家中儿童的认知发展表现与没燃香的家庭来相比 会降低一成左右 而如果住家客厅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越高 儿童认知发展程度也会下降 尤其是女童更容易受到影响 燃毅住香在家里神看前拜拜 但得当心飘出的烟雾恐怕潜藏危机 台北医学大学工卫学院研究发现 如果家中有燃香会产生悬浮维力PM2.5 或多环芳香听等物质 导致家中儿童认知发展表现极致 与未燃香家庭相比降低一成 小艺的神经系统其实是在六岁以前 是一直在发展的时候还没有很完整 组织器官呢比较会受到这些毒物的一些影响 这种化合物就会进入肺炮 它就会透过血管进入全身 会造成脑部的部分的一些神经元的一些发育影响 除了燃香会对孩子的认知能力造成损害 北一大这份研究更发现 如果家中有新添购家具 尽管家具是标榜低价权 但还有其他有机化合物的含量人高 客厅中可能潜藏的TVOC也就是总会发现有机化合物 含量也会增加 且浓度每增加552ppb 家中幼童的认知发展表现平均会降低5% 尤其女童的认知发展表现还会降低8% 更容易受到影响 不过原因目前不明朗 初步研判跟女性体内激素 荷尔蒙的交互作用有关 所谓的一个可挥发的一些有机物 本来就有机会存留在这些物体的表面 所以随着我们每次的行走 每次的一个坐在上巴上这个动作 都会使得它再次飘起来 医师指出空气污染 对孩子造成的影响会比成人来得严重 呼吁家长可别轻忽 这是林宇淋雨特儿宝宝